你知道中国新闻社吗? 中国新闻社,简称中心社,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。 近日,中心社记者走访位于香港科学园的商汤科技公司。 不久前,这家诞生于香港的人工智能企业,经历了成立7年来的高光时刻。 2021年12月30号,商汤科技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。 就目前股价来看,这家诞生于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的独角兽,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最大IPO,也被业内称为AI第一股。 谈及在港上市的初衷,商汤集团香港公司总经理上海龙在介绍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说, 一方面,香港是企业的诞生地,见证了公司成长。 更为重要的是,香港兼具制度、人才与资金的三重优势。 这也是当下全球科技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。 香港是一国两制的一个成功实践。 在这儿应该讲,有许多的一些国际普通法的环境,有国际的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,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好的制度优势。 人才方面,香港的科研的投入产出,应该讲是世界名列前茅的一个比较划算的地方。 香港有五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,这也是它人才聚集的一个优势所在。 第三点就是紫金,透过国际创客中心不断产生新的独角兽上市公司,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巩固和加强。 同时,国际金融中心又要助力国际创客中心的再发展。 这就是说香港的一个独特魅力所在。 上海龙介绍,上市后,商汤科技将从智慧商业、智慧城市、智慧生活及智能汽车四大领域布局未来的人工智能产业。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汽车方面,商汤可以提供从L2到L4这不同level的一个辅助驾驶到无人驾驶的全链条的解决方案。 在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,商汤也发布了自己的以旅游特色,以元宇宙风格为亮点的一个旅游巴士。 大家在这个沉浸式的环境当中,能够体验出一个增强现实和无人驾驶,共同交织下的一个未来感的一个穿越体。 那再到我们的智能城市,商汤目前服务了全球超过119个城市。 那再到我们的生活,大家喜欢看直播,喜欢看带货。 那其中众多的一些平台都在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,提升了主播的美颜程度,或者提升了环境的一个互动程度。 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中明确。 到2030年,中国人工智能理论、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,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。 当下,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新高地。 商汤也见证了这一领域,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行业对原创能力的日益重视。 我们在北京接待了李建东总理的时候,他提到了说,过去我们认为copy to China,就是别的地方做原创,我们把它copy到中国,因为中国是大的市场。 那今天我们认为时代变了,要copy from China。 我们也看到,当你真正做原创,同时做出突破性的原创的科技的时候,自然市场会认可你。 原创意味着大量的研发开支,而这家企业自创业之初,就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团队的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之中。 商汤首先成立的第一个部门叫做大学合作部。 那通过大学合作部,商汤到目前已经建立了几十个世界知名大学的联合实验室,去推动人才的培养。 我们出版了世界第一本的人工智能教材,去推动K12中小学人才的培养。 商汤到目前有5000多名员工了,那其中70%是我们的R&D,就是说研发与工程师这个团队。 在香港诞生,内力成长,又回到香港成功上市。 这家独角兽的创业之路,折射出AI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索引,也见证了香港营商和科创环境的逐年优化。 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,到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的独特定位,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无限机遇。 这家年轻的企业也乐见香港发挥优势,为中国企业走上世界舞台助力。 我们以香港人工智能实验室为例,从最早的单位数到现在,一个选拔期就可以孵化17家企业,到目前累计完成65家企业的一个选拔。 越来越多的青年关心创客创业,越来越多的企业茁壮成长,同时有了更多的独角兽。 我们也希望香港找到自己的优势,融入国家发展,在中国的舞台上向世界展示香港乃至国家的魅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